大家好,我是Math学院的高级讲师周中文 今天继续学习Rails敏捷开发仿垂直网站 好,那么我们一起看一下今天的主要课程 今天是我们整个的第五讲 也会去进入到Rails的一个核心的讲解 那么经过前面的一些内容 我们主要会几经给大家去搭建好了我们的一个环境 我们的模型 我们的用户注册 但是在讲用户注册的时候 大家可能还看得比较云里物理 那么今天我们就会给大家去来对Rails做一个全判的解析 那么第五讲通过后台管理数据 今天的课程主要是会给大家去讲Rails的一个角色架 那么也就是快速开发我们的数据管理应用 比如说我们的CRUD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步骤 然后的话会是通过命令的形式去真正的去生成我们的CRUD的文件 那么最主要的会给大家去观察我们生成的一些文件 会给他们去做一个讲解 然后的话今天的话开始就会去给大家去着重去讲解我们的Rails的应用的一个完整流程 那么是因为通过加速架 那么Rails已经帮我们去生成好很多东西 所以说可以很完整的观察到我们的一个整个的流程 那么首先的话会是经过我们的路由Rails 然后会是到我们的Control那儿找到我们的Control那儿执行我们的Action 最后的话会去操作我们的Model 那么然后呢会去返回我们的Rails 好我们一起来去开始今天的课程 首先把我们的这句命令复制一下 那么Rails为什么能够称作为一个快速的开发框架呢 除了它能够提供我们的一些常见的一些封装之外的话 它还给我们做了很好的一个处理 那么我们今天这节课的话将会围绕我们首先去把我们的整个模型和数据都给清空一次 HitSit 比如说我们就从耳机开始吧 HitSit给删掉 然后db里面的耳机也给删掉 好我们的Sigma的话也可以去使做一个删掉 重新来一次 req db drop drop的话就是把我们的整个数据库给删掉 好 req db create 首先把数据库创建好 创建好了之后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执行我们的操作 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先清一清 好的 复制一下 这句话的一个命令呢 Rails g 就是generate的一个简写 Scafford的一个脚手架 HitSit 就是我们刚刚的一个耳机 我们因为已经把模型删除了 我们也不愿意新建新的模型 就给大家去再造成一个干扰 然后这一句话我们就直接去讲用的一个技术蓝点 HitSit 然后它那话有name 有subkey的price seal count report 这样的一些模型 我们来回撤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整个产生的一些什么东西啊 首先的话会去invoke一个active record 那么会去这地方就生成了一个我们的数据库执行的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刚刚也有也有也有去提到 好那么那么说明我们这个Scafford的它其实执行的是我们的一个active record migrate这样就是那这样一个方法 我们这个地方同时我们可以去把我们的 这一个default写好 default比如说是0 然后default也是0 好去把我们的默认词给稍微的补一下 然后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它执行了一个test unit 就是去生成了一个test的一个task式的一个文件 然后的话会是我们的resource route 也就是说我们的路由我们来看一下route 在这里 会加了一个hitsit hitsit这个我们先删掉 我们是以前的一个测试 hitsitresource 是复数结构 我们一会儿再会ad that去讲解 然后的话 Scafford的controller去create了一个app app app的一个create的app的一个headset controller 我们来看一看controller headset controller 好 这些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这些都是我们已经创建好的 直接直接都已经创建好的一个东西 代码文件 然后的话 invokeerb 我们的模型create了headset 这个目录 indexed show new form 这几个文件 这几个文件 然后的话执行了我们的test unit 这是我们的controller的一个测试 然后生成了一个help方法 然后还执行了一个test unit gbuilder gbuilder的话生成了我们的json 好 json 两个json 然后的话执行了一个assets跟一个coffee 分别生成了一个headset.coffee文件 还有我们的headset.sus文件 好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文件 那么分别在哪个地方呢 controller assets 比如说json 这一块的话应该就有一个叫headset headset.coffee 这也是刚刚生成的 然后的话style style style里面一个headset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reqdb negret ok 这下就好了 req reqdb reqdb 我们启动一下 i cost 哎 这个项目这个当然文件还是以前的那一个 那么我们现在来试一下headset 大家可以看到一下我们的直接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只去敲了一行命令 那么zils可以帮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把这个layout给稍微去掉下 这个我们下一节课会做一个讲解 controller exit layout 好 list exit 这里html页面就已经有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newsets 这个地方就已经可以去直接去生成了 测试耳机 1 hello reals price 100 这个地方直接是我们的 这些 这些数字型的东西 就都已经有了 100.99 create 试一下 诶 我是access里create 我们来看一下back 现在就已经有一条了 然后我们再新建一次新建一个 712G2 hello ruby 919.99 919.99 100 create back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做 然后现在的 呃 这个增加跟我们的列表就已经能有了 那么详情再试一下 sue 这是这是我们的详情 详情页面有也有了 edit 这个edit 比如说 update successfully update back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我们的更新也有了 所以我们把这一节行给删掉 试一下删掉 itseats 这一块的话是因为我们的 呃这个东西没有去 这一块我们先暂时不用给大家去做 呃看我们具体的给大家去看一下我们这 我们这个东西做了些什么东西 好 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 reos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完整流程 就是说当我们的浏览器 输入我们的一个 呃 kits之后 它到底会经过什么事情 首先的话它会进入到的路由器 路由 那 那么路由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gymset use req t deq req 好 好 我们一起来对待一下 headset headset 那么的话会到我们的index这个地方来 啊刚刚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before action set headset 他会去执行我们的 呃 这一个东西 这一个东西 然后的话 首先这个是路由呃浏览器上面输入的headset 那么他会去找到我们的header index这样一个 函数 这就是路由的一个作用 就是当我们的浏览器输入的地址一敲回车 那么会产生一条请求 请求的话就会根据我们的 这个地方 去找到我们的headset index 这样一个 呃 这样一个action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之外找到controller找到action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找到一个 呃 找到这一个controller的话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controller的几个结构 是继承了我们的applicationcontroller 这是一个车厢内 啊 这是一个呃 车厢内内 before action的话 那么就是说他野兽就跟我们上节课去讲的我们的模型的一个callback 只不过这是controller里面的一个callback 它叫before action setheadset 那么owning这个的话就是表示他的一个呃 他只对这个show edit update destroy这几个方法 呃起作用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是一个什么意思 setheadset等于.find 就是说你的show 呃update destroy等等 那么他都需要去传一个id过来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会去有这样一个呃方式 然后然后我们继续再看 index它执行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action action里面index里面的话 它就是执行的headset.all 点all的话这个地方就已经去掉了我们的模型 模型成的一个东西点all 好我们再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注视生的一个注 headset headset.json 我们试一下.json是什么东西呢 点.json 好大家可以看到 它直接去把我们的json就已经 就已经拿出来了 非常的方便 这点.json 也有了 那么点.json的话主要会用在我们的呃 对于我们的手机呀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新型的一些移动端的一些通讯方式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headset.all 那么这一块操作模型之后的话 那么它需要返回怎么去渲染的 我们来看一下 views assets index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这一个页面 listingheaders 简单改一下给大家确认一下 所有耳机 OK 已经变成了所有耳机 那么下面的话这些数据怎么来的呢 那么会在这里 addset addset 再回过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一个变量前面加了一个at at符号的话 它就会在reals里面 它会自动就去解析 然后我们在页面上就可以直接去引用 然后这一块的话 那么如果大家去了解过gsp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脚本语言 就会知道 这就是把我们的东西给欠在了这一个html里面 它就是一段Ruby代码 把它欠在了里面 点一起 那么当然是一个循环 hasm.name 这个等号就是把它输出来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 就可以直接让页面 就可以去用我们的controller里面的一个变量 这是我们的一个变量 那么就会到达了我们的views 所以说我们现在纵观的话 大家应该可能我们以前做注册 这个大家可能没有不会太清楚 但是我们现在就应该更清楚了 我们做reals的一个应用的话 最主要的话就是去操作我们的去配置我们的rout 让我们的url的链接能够去找到我们相应的一个controller 跟我们的action 然后的话会在我们的controller跟action里面 会实际的去执行我们的一些业务逻辑方法 这一块的话 下次再给大家去做一个讲解 会做我们实际的一个方法 然后去取得一些最后去取得其实就是一些变量变量值 然后给这些变量的话去加上一个at符号 那么就可以在我们的index里面去做一去得到一个解析 这是reals赋予我们强大的一个能力 那么今天的课程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下来的话会去把我们的这些页面里面的一些元素给稍微的调整一下 然后让大家看着来更舒服一点 那么reals本身的内容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